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共需要给大家讲这么几个问题 什么操作模式的设置 操作界面的介绍 隐藏显示 菜单栏 坐标的介绍 工具栏的介绍 然后是图形单位的设置 以及这个十字光标的设置 那首先来看我们所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一项内容 操作模式的一个设置 我们在使用这个 我们在安装好Auto CAD2010之后 系统默认给我们的就是这个界面 那这个界面应该是很漂亮 但是可能是对某些人来讲 这个界面感觉到并不是那么熟悉 因为比方说我个人来讲 我使用这个CAD的版本 我使用的第一个版本是2000 2000这个版本 当时呢没有这么漂亮的一个界面 而且说我现在已经使用这个 Auto CAD这软件已经使用了七八年的时间了 给我换成这么一个界面 我很不适应 所以呢 我们呢 我的操作呢 一般呢是给它换成以前那种老的界面 一个比较经典的界面 怎么换呢 其实很简单啊 在底下这个状态栏 找到这一项 叫做这个界面的切换 切换工作空间 一个空间的一个切换 我们在这里去选择这一项 Auto CAD经典 就可以把它切换回以前的 比较经典的这么一个模式 那有些人说了啊 我下面这个状态栏里啊 并没有这一项 但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在这 这个应用程序状态栏 它呢 凡是前面打勾的 就是在这显示的 如果 你当你的电脑里头 没有这一项 没有这种设置这一项 你可以点击这里 看一看 你这一项 工作空间这一项 是不是没有被选中 你看 我现在就看不到工作空间这一项 那我在这里 把工作空间这一项打开 出现了 然后呢 我在这里去选择 AutoCAD的经典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 整个这个操作界面啊 就变成了以前这种 老的 比较经典的 就是AutoCAD 它传统的这一种界面 那这样呢 就回到了我 比较熟悉的一个界面 我们今后的课程呢 也会在这种界面当中啊 去给大家讲解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二问题 我们的第二问题 这个操作界面的介绍 CAD这个软件啊 CAD这个软件啊 它的界面呢 和其他的软件呢 有所不同啊 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下 紧上头这一排呢 是它的标题栏 那是它的标题栏 然后呢 这个应该说是没有什么了 左侧呢 是这么一个标题按钮 是这个一个 是这么一个标题按钮 只不过是它这个图标啊 有一些大了 里头呢 增加了很多个功能啊 然后呢 中间呢 是我当时当前使用这个文件 文件的名称 然后第二排呢 是它的菜单栏 也是对软件的一些常规操作都在这里 那剩下这些呢 我鼠标滑过的位置 包括这个 这些呢 是它的工具栏 是它的工具栏 那CAD呢 这个工具是比较多的 我们一会儿呢 还会单独的去介绍这个工具栏 我们现在展示这个工具栏啊 是其中的一部分啊 一会儿我们会去 介绍这个 具体的去介绍这个工具栏 然后中间这个 黄颜色的这个部分 有点发白 这种黄颜色的这部分 这是它的绘图区 看过我们上节课的同学 应该清楚啊 我上节课画的图形啊 全是在这个绘图区当中 给大家呈现的 然后下面呢 这个呢 叫做命令行 叫做命令行 我们使用CAD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在命令行当中 去输入命令 然后呢 通过鼠标 在这个绘图区域的去操作 去绘制出各种各样的图形 那最下面这个叫做状态栏 状态栏当中有一些很有用的一些命令 比方说这个对象捕捉呀 还有一些证交啊 等等等等 这些命令全在这里 那这个呢 我们会通过例子呢 具体的例子呢 来给大家介绍这里那的每一项 那这个呢 就是 AutoCAD啊 它这个一个 对于界面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我来看看第三项 隐藏 显示 菜单栏 其实这个菜单栏呢 我们去给它很 很窄的一个地方啊 它不会占太多的一个空间 我们呢 一般情况下 就不会给它 去刻意的去隐藏掉的 那除非说 这个显示器啊 屏幕比较小 没有办法的 我想扩大一下 绘图区域呢 是给它 需要给它隐藏掉的 那怎么去隐藏它呢 我们可以在菜单栏的空白位置 点击一下 然后你会看到这一项 显示菜单栏 前面有一个对号 有小勾 只要我现在单击一下 菜单栏消失了 那我现在 想把这个菜单栏找回来 怎么办呢 我们呢 可以这么去找它 单击这个标题栏上的这个位置 这个下拉幅 啊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下拉幅 它有一项叫做 显示菜单栏 在这里 这个菜单栏呢 就又显示出来了 那我隐藏它的时候呢 单击这里也是可以的 是吧 隐藏菜单栏 菜单栏又被我隐藏了 现在我给它显示出来 这个呢 我们应用的机会不算太多啊 大家只是简单介绍 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当哪天呢 我忽然间发现自己这个菜单不见了 不要不要着急啊 在这里 在这里去能是能给它找回来的 然后我们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 坐标 那这个坐标啊 其实在这个CAD当中呢 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了 CAD的坐标啊 它是分成两种情况 一种呢 就是世界坐标 另外一种呢 叫做自定义坐标 我们在这看一下 它都有写的 一种是这种世界坐标 还有一种是这个自定义坐标 那自定义坐标呢 在这种用CAD啊 绘制三维物体的情况下 比较多 而且那个我们呢 平时 比方说我们做这种 初步这种一个教程 一个初级教程 入门教程 那使用的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 世界坐标了 而且呢 这世界坐标 我们也一般操作 是给它分成两种的 一个叫做绝对坐标 一个叫做相对坐标 我们的操作呢 基本上使用的 都是相对坐标 也就是在使用 相对坐标的时候啊 这个坐标啊 这个坐标的图标啊 其实它的意义 存在的意义 是不是太大的 那我们有的时候 做图呢 它会随着我们 那个图子走 显得是很乱的 那我们有两种方法啊 一种呢 是可以给它隐藏掉 是不看到的 另外一种呢 就是给它固定到 这个左下角 让它固定到左下角 那怎么来操作呢 可以在这里做 试图 然后显示 这个 如果说我现在 不想看到它呢 我现在看一下 这个开 旁边开 前面这个小图标上啊 有一个蓝颜色的小框 是吧 说明它现在是选取状态 就是开启状态 显示状态 我现在呢 点击一下 就把它隐藏了 不显示状态 就是隐藏了嘛 你看它就没有了 那 如果说我要 还想让它 显示出来呢 显示出来 那我想让它固定在这个 左下角呢 怎么办 选择第二项 圆点 就让它一直啊 在这个 左下角这个位置 它再也不会动了 你看 不管我怎么操作 我现在转一下 过来了 但是松开手 它又回去了 一直是在 左下角这个位置 这个呢 就是坐标 那么坐标具体的呢 更具体的 像我刚才说的 一些绝对坐标啊 还有相对坐标啊 这些呢 我会给大家在 介绍这个 巨型命令的时候 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讲解 这个绝对坐标 和相对坐标 感谢观看